灵性退休教师被控五度对有人年幼女儿伸出贤猪手 女童上学受教才知这样的行为不应该 案件爆发后 灵随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同意不再追究刑责 但依审法官查出她先前还有猥亵少女记录 依强制猥亵罪判她三年半有期徒刑可上诉 退休教师抚摸有人年幼女儿胸部 虽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并或被害人原谅 但依审法官查出她曾有猥亵少女前科 依强制猥亵罪判她三年半有期徒刑可上诉 记者白喜坑摄影分享 判决指出被害女童刺 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间 五度遭父亲的灵性退休教师有人猥亵 当时女童年纪才6至8岁 对男女相处分析恐欠缺 清楚的认知 黄润得进一步正确理解男女之事 被害女童证称 对方来我家时会找机会摸我 刚开始她摸我时 我还不知道她不可以摸我胸部 后来因为老师有讲 她最后一次摸我时 我已经知道她不可以摸我胸部 所以告诉爸爸 爸爸当面告诉她不可以再来我家 判决书指出灵性退休教师与女童的父亲是朋友 明知被害女童年幼 却利用造访有人机会在女童住处 以手隔着衣服或伸进被害人衣服内摸被害人胸部 法官省卓 灵性退休教师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犯后坦诚病与被害人家 数杂成和解 被害女童及家属当庭表示不再追究 同意法官从轻处理 判决指出灵性退休教师为成一己私欲 趁似撒无人或被害人年幼无知 恐惧不敢反抗 对被害人施以强制猥胁 造成被害人心理创伤 虽警求轻判 但省着她先前 还有曾对其他少女猥胁 遭法院判决确定 肃性不佳 判她三年半徒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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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